为了这个男的 你就要跟这个家 跟爸爸妈妈决裂 是吧 随着《我的人间烟火》最新剧情的播出 剧集喜提 剧是一集没看气 是一点没哨声热搜 更是彻底被网友更名为《我的人间怒火》 剧中男女主的人设越发崩塌 剧外也忙坏了基层的消防员 导演李牧歌 一度让网友观剧上升价值与意义 可惜 剧中部分不严谨的剧情 以及投射出来的价值观 已经震碎了网友的三观 男主宋艳家女主许沁荣声观众 最厌恶男女主排行榜 观众收看《我的人间烟火》的怒气值 更是一再爆表 一 令人窒息的孟家 到底为许沁做了什么 起初 因为孟艳辰一角的爆火 孟许十分CP更是上大分 高占CP榜榜首 当然 孟艳辰与许沁之间的结局 注定是悲剧 科CP的网友也没有想过 两人能够大团圆结局 然而 随着剧情的推进 许沁的人设逐渐崩塌的同时 孟艳辰独美也成了不少网友的呼声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许沁身为孟家的养女 是孟父战友的女儿 本是市长千金 有着良好的出身与家事 奈何一场大火 让许沁成了孤儿 最终被孟家收养 剧中 反复强调 许沁在孟家过的窒息 过得没有自由 甚至为了寻找自由 搭上了高中时期 还是混混的男主送宴 可惜 剧中并没有将孟家的窒息感拍摄出来 更是没有将父妈反派的形象立主 呈现在观众面前 女主的生活是这样子的 一 父妈有洁癖 所以讨厌过许沁的脏兔子 甚至反对女主学医 不过 兔子洗干净后 父妈还是把她留下来了 在女主坚持学医后 父妈也给予支持 甚至送她出国深造 二 发现了养女与儿子之间的暧昧 为了打断这段暧昧 把压力给到了自己儿子 然后又让女主改姓的方式 打断了这段懵懂的爱恋 三 许沁以学坏的方式去追求自由 抽烟 喝酒 打架 耽误学业 父妈及时赶到来 悬崖勒马 给了女主两条路 要么离开孟家与宋宴在一起 要么回孟家 许沁选择了后者 四 许沁被送出国深造 后来进了医院工作 为了方便通勤 爸爸在医院附近给她买房 哥哥给她买车 五 父妈依旧不喜欢医生这个职业 想要再要起和高校间为她换个工作 在孟雁辰的劝说下作罢 甚至 刀子嘴豆腐心地出面 给不善交际的女儿去打点工作关系 六 父妈帮许沁安排相亲 以为许沁喜欢宋宴这样的消防员 就给她介绍了蒋玉 蒋玉虽是消防员 但家事与孟家相似 且人品好 性格好 被许沁拒绝 后又比照着孟雁辰的标准 介绍了韩婷 孟家是娇之子 商业精英 从事AI医疗行业 与许沁有共同话题 韩婷是你比北京美丽男主 改编成你比星光美丽许凯饰演 带许沁购物 给她买了满墙的包 还有事都不用是直接全部打包带走的衣物 当然 在部分细节上 父妈也有十分严厉的一面 不准许沁吃辣条 也不准许沁在饭桌上扒辣菜 在许沁被一碗粥感动的稀里哗啦时 父妈会泼冷水说 一碗粥让你要死要活 父母的恩情都不记得了 然而 在许沁非送宴不嫁 试图与家里决裂摔了全家福后 一向强硬的父妈 却流下了难过的泪水 面对许沁的一再反抗 孟爸担忧 我跟你妈妈是担心 你会上当受骗 父妈强调 我们好不容易把你养大 不是为了把你送到别人家去刷碗 洗衣服 擦地的 可惜 阻挡不了许沁 要去追求爱情的步伐 渴望呼吸自由空气的决心 二 既要又要还要的许沁 又当又利 综合以上种种 许沁接受着良好的教育 过着优渥的生活 甚至工作都能在医院 药企 高校中随意切换 已经赶超了现实中 绝大部分人 再看看宋宴给予许沁的 一 一碗用许沁家的米 锅 垫 煮出来的白粥 二 一根啃的只剩骨头 却塞到许沁嘴里的鸡翅 三 一把最基础款的救生锤 四 被当成香槟丸的灭火器 五 一张单程地铁卡 六 一顿许沁说不吃辣 却有着辣椒炒肉的宋宴做的饭 七 搬到隔音极差的宋宴家 还要忍着跟宋宴亲热 八 家园 挤地铁上班 大冬天 戴着手套学骑自行车中 九 最新还加了九支 没有口红心的口红壳 期间 时不时地还要被宋宴嫌弃 吃东西少说话情商低 像个女鬼等等 如此的宋宴 许沁却将她视为自己命的 有甚至宋宴在自己家 擦着属于自己的地板 许沁都要夸一句你太宠我了 大姐 你在孟家 不用做家务 到了宋宴家 不会默认家务就该你做吧 她到底如何 CPU你了 相比孟家为许沁的付出 反对比宋宴对许沁做的事情 难怪网友会斥责许沁是养不熟的白眼狼不识好歹 最可怕的是 一直在喊着孟家让她感到窒息 感到失去自由的许沁 甚至还知道妈妈对她的好 在我小时候生病发烧 连夜守着我的就是她 外面有人欺负我了 为我出头的也是她 亲妈对亲女儿都不过如此 许沁还只是一个养女 为此 网友斥责许沁是恋爱脑被下了酱头也情有可原 结合剧情来说 观众确实感知不到孟家对于许沁的恶 也体会不到宋宴对许沁的好 有甚至剧中的宋宴还总是一副不耐烦 无能狂怒的样子 让人与家暴男凤凰男等不好的词汇联系到了一起 甜蜜是感觉不到的 磕CP也是磕不到的 只会让人感觉许沁是山猪吃不了细糠 网友一纷纷诉求许沁与宋宴所死 不要再去祸害孟家 然而更为炸裂的剧情来了 许沁在与家里闹翻后体会到了一些苦楚后 又试图让孟宴臣为其当说客 哥 你能帮我跟妈妈说两句吗 帮我劝劝她 难怪就连一向对许沁无限包容的孟宴臣都忍不住吐槽 你谈恋爱谈的脑子里全是泡泡吗 再看看许沁说的孟宴臣 你看见我现在这么狼狈 你很开心吗 听听 这是人还是一个女主能说出来的台词吗 人设越发割裂的同时 更是让人看不懂许沁这个角色构成 你说她觉得孟家让人窒息压抑 她却又要跟你说知道妈妈的好 甚至在翻脸后还想回孟家 你说她得到了她想要的爱情 跟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 但她感知到的却不是开心 反倒是狼狈 完全矛盾的人设 更是让人无法与其共情 只能让人觉得许沁又当又利 甚至还是既要又要还要 就连苦手寒瑶18年的王宝串 在许沁面前都更有骨气 更加清醒 我的人间烟火 变成网友口中的我的人间怒火 也是应得的 对此你如何看 你能与剧中的许沁共情吗 你觉得许沁这个人物矛盾吗 不许沁的许沁